哈喽 子母 你好 你好 杨哥 好久不见了 好久没见 对 我能看到你们后面的天好蓝啊 是吗 看得到吗 看得到 哇 真漂亮 这两天天气比较好 对 真好 前两天再会长江播出了 你看了吗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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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很多就是我们这边以前住过的客人呀 还有我们也不是有朋友吗 就他们都推荐给我的 然后有些就跟我说 生活总有那么巧啊 你也认识亮书吗 就有很多 就特别多 你看了 你觉得怎么样 你感觉如何 就感觉挺感动的 挺感激的一个 家里人有看片子吗 看视频吗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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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跟你说什么吗 没有 这次没有说你太傻了吧 妈妈 我那天是跟我奶奶一起看了一下 然后又是在那个 然后我孩子 就是我两个小孩也看了 就是一直在那里笑 也没有来得及好好问他们 然后今天又把他们送到学校去了 因为这个片子拍完了 然后想听听你的感受 是不是觉得还有什么 我觉得 这几天就感觉有点 就不太 就不太 不可思议的那种嘛 就是因为就想不到 就片子一播 我原本就没有想到 就只是说随便一播 就是会有住客呀什么的 我还是就不太能够理解嘛 就是因为太多了 有这种给我关注的呀 加微信的呀 甚至发短信的呀 甚至是 就不但是发在我这边的 就是发给我 就是妹妹呀 她们那里都有收到很多 这样子 给你发的短信都说什么呢 就说 叔母 您好呀 我是从 大家都是 基本上都是说 我从梁书那里看过来的 对 听说你现在开了民宿呀 祝你生意新楼 以后有机会 一定会过来住 听说你那个 民宿这几天的那个预定量 都已经 都爆满了 好几天都爆满了 这几天不是爆满 主要这几天的话是 就是我叔叔那边的有个爷爷去试了 所以我必须要去那里 所以我把这几天的房间 就是必须要关这样子 可可哥哥还查了一下 学习的那个网站 然后看你的那个民宿 现在这几天都订不到 是因为你家里有事 你没办法去 是的 是因为家里有事 因为我不关注的话 这几天的话稍微还是有 对对对 可能你们 对对 感谢你们吧 就是因为过了这个 再会长江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这个房客量就特别多 最近看了邪圈 它不是房客量每天都会出现吗 因为这段时间的话 如果没有过再会长江的话 那个房客的话 可能最近的话 最多是20个房客量吧 就是每天看 这两天不是 100 200甚至300 就特别多 我每天都有好多房客这样子 哦 对 特别特别的多 我特别感谢了 就是最近的话就是 可以这么讲吧 就不太相信网络吧 就我不怎么去玩这些嘛 然后就是最近看了 这好像也不是不能相信 就特别好嘛 然后可能今后我会就好好运营嘛 这方面也是会推出一些自己的日常呀 其实都会发布一些的 不是后来不是加了东东的微信吗 有没有东东在联系吗 没有 后面就没有联系了 就那天打完电话之后就没有再联系过 对 刚好的话就是 那段时间的话是 我这边也是比较忙 不是刚好忘记来了吗 就加了个微信 然后就没有备注 后面加了微信太多了 对 我都没 对 对 对 找不到 就是就是特别 还是特别感谢就是 再回长江给我一个重新的机会嘛 就让我认识就是更多的朋友 然后就是也特别感谢杨哥 当然我就感谢就是和志木整个 整体的工作人员嘛 就特别感谢 然后也就是很感谢就是 所有的就是很多的朋友 就是特别的关心和支持 也特别的感谢他们的观看 对 好的 那就这样 就这样呗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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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保持联系 拜拜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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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